大家好 说一下今天的新闻要闻 首先是这个通信行程卡 正式从今天12月13日开始正式下线 我还记得这个东西刚上线的时候 我去出差或者驻厂的一些 公司或者是部委 因为我当时在做一些 信创类的项目 就是这种国有化改造 往往就是在长安街两边的很多部委 去驻扎 当时他们都要求两码 一个就是这个通信行程卡 还有就是我们俗称的绿码证明 核酸检测的证明 在北京这就是健康宝 这两个都地有 所以我们当时俗称两码 现在眼看着这其中一码 通信行程卡 正式下线了 也算是 这个新冠纪元三年之后 落下了一个帷幕 应该说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标志性的 因为如果说像健康宝 或者类似的吧 这种核酸检测证明 阴性几天 这个再下线 那你就可以理解为呀 我们的这个清零政策呢 算是彻底的放开了 那基本上就行使了一个 你说 开放也好 躺平也好 共存也好 等于 实行了这么一个政策 当然现在来说呢 像北京这边的一些唐食啊什么的 还是要求你登记一下 理论来说呢 是48小时 但是查的其实也不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政策 或快 或慢 都会整体全部取消 大家就在撬手一袋 再等着 所以哪天呢跟我们说这个健康宝正式下线 也觉得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再之后 包括这个核酸检测呀 什么的 可能这个点也配套撤了 因为毕竟呢 目前来说都是 政府啊 在花钱 这个财政的压力呀 还是蛮大的 只不过 这些 当时急着 上市的核酸 检测公司了 这一下上市的梦想泡舱了 但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说这个通信行程卡下线 还有像假如说 这个未来健康宝下线 它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个人隐私数据将如何处理 其实很多人讨论过了 很快呢 三大运营商 给了一个回应 我们来看一下 随着 通信行程码 他表态下线之后 很多人质疑说那你怎么处理我们当时这个 形成数据因为你走到哪 去过哪 这也算是用户隐私 既然说当时目的是为了 保这个动态清零 那现在不用动态清零了 这个数据你怎么处理 是留啊 还是准备删 这个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的三大运营商 因为他这个都是这三大运营商自己开发的嘛 他需要的GPS 相关定位什么的 他说三大运营商的均表示 将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自12月13日零时 就是现在 通信行程卡 服务下线后 同步删除用户形成相关数据 依法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就是你不用担心 说我不但删数据 包括这个通信行程卡的 附属的短信 网页 微信小程序 支付宝小程序 App等查信渠道 将同步下线 那我这个 老竹呢 可能从我的手机里 也可以把它正式删掉了 评论区 说结束也是开始 大家坚持下去 一定能约各位好 还说这个 防线呀 再次往后撤退 66个踩 53个赞 大家不要讨厌这种阴阳怪气的 还有人说呢更关心的是 场所码和健康码的数据 就像北京健康宝 里面这些你你扫了之后有照片 你去哪些场所消费 对吧他都是有这个记录的 说那个里面包含太多个人信息了 必须在结束使用之后及时销毁 不然被窃取的话 后果很高 因为这个 健康保健康码还不太一样 他不像通信行程卡 那个呢 只能记录你啊 可能是不是去过外地 或者你在这个室内那个地区移动过 而这个健康码 健康宝这类东西 它是更精准定位 你去哪个店逛超市 你去哪个便利店买了一些关东主 你去哪块是吧 什么塑料店 去做塑料了 那个就是事物巨细 甚至说你在一些 大型的商超里面 像我之前去这个什么 一些比如说像 一些shopping mall 里面的乐高 各样的一些这种商超里的店 优衣库是吧 他也需要你扫一门 这属于扫中扫 店中也要扫一下 那对你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数据 可以说一下掌握了 就是你喜欢逛哪类 这些商店 一下你的人物画像就画齐了 这个其实确实有很多商业数据 不知道之后 这四大运营商会不会有人 冒这个风险 把这个数据卖出去 我个人感觉是有极大可能的 我个人感觉是有极大可能的 早晚可能就要留出一份 有人会冒着判刑的风险 给你卖了 真的你相信我 好吧 然后再看另外一个新闻 是这个宁波宁夏 等多地 推出教师 退出机制 就是事业单位 这个饭碗 过去叫铁饭碗 铁饭碗吧 虽然轮不上金饭碗像公务员 但是这个 事业单位也算是铁饭碗 说这意味着是否打破了终身教职 这对中小学老师会产生哪些影响 好吧这是浙江省宁波市教育局的一个 征求意见 一起关注 至于说这个征求意见最后会不会通过 我觉得大概率会通过 因为你知道去反对 可能 意义也不会特别大 甚至有很多人会期盼着 能通过 根据意见稿 教师的退出渠道 包括代岗 转岗 离岗 退养 解聘等等 基本上就和市场话差不多了 什么情况代岗 包括聘期满后 未能继续聘人上岗的 经考核认定 不适合教学工作的 新教师规范化 培训 考核不合格的 学年度 考核不合格 等等 什么时候转岗 反正也是类似的 还有退出 反正他们也知道 这种退出机制 可能实施起来 有难度 为什么 大概率 为了维持稳定 还是会采用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 老的 如果你签了我们事业编制了 你退不了 你这个新来的 我们就会考虑 愿不愿意 以市场化 这个方式来解决 你说 我们这 光我自己退了 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当时谁能给我编制 我去谁那了 你说大方向都是 集体 大家都去事业编制 那暂时我还没有看到 自然是 谁愿意给我事业编制 承诺不裁我 我优先考虑谁 很多很优秀的人才 就会被其他的这些 对吧没有变化的 所争夺走 那短时间内呀 什么宁波呀 什么之类的 这些承诺说我们要开始推行 教师解拼制 这种地儿 他们的生源 十字力量 就会减弱 是吧 这都是校长的政绩 那你说 谁敢动自己的这个蛋糕呢 然后再看另外一个新闻 是石油人民币结算 有了一些新突破 就是阿拉伯国家 加入了人民币朋友圈 他知乎的问题呢是 会对国际原油市场 有哪些影响 这是在首届中国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峰会上 算是一个中方宣布的重磅消息 说未来三到五年将继续 从海河会国家 扩大进口石油 液化天然气 加强油气开发 清洁低碳能源 技术合作等等 这个其实讨论的不对 看了一篇公众号文章 他去分析了这个相关协议 我也懒得去翻原文了 他说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阿拉伯国家呢 决定放弃美元 就说 这么说吧 同样买石油过去呢反正现在也是啊 你是用美元 美刀直接买 但是按照国内的 可能某些自媒体的刷法 他就会说 这是阿拉伯国家站队了 他们支持人民币 不用你美元了 其实并不是 那就是说呢 其实人家 该有美元还用 只是说呢 人民币啊 是作为一个可选项 好吧 他后来分析里面说 第二啊 这个石油美元呀是美元 霸权的重要基础嘛 在中东这么多的军事基地 你说干嘛的 不要为了保护石油安全吗 再说三啊 这些交易这笔交易啊目前处于地下状态啊 能不能达成 不知道啊 美国呢肯定会担心啊 会全力阻止 相对于什么呢 就是 阿特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对美国原来不满啊 开始把一些 鸡蛋啊 布置放在美国一个篮子里面 中国这也放了一些 而中国这呢 肯定是心灵配合嘛 也不敢和美国 顿时撕破脸 所以呢大概率啊 可能是部分啊 部分 他允许也许会用人民币结算 因为现在你身边也找不到任何具体的这个 实操手册可能还没有 形成一个就说有法律约束力的啊 或者商业合同的一个层级的条款 大概率只是说一个合作意向啊 好吧反正沙特也不傻啊 老大区呢也签了很多协议啊 卖了沙特很多东西啊 沙特那呢也不是说让咱不可能空手白回来嘛 毕竟规格非常高 肯定也会给一些甜头啊 所以不论怎么说呢 中国的影响力啊 实打是越来越高 现在可能就算是能挖美国墙角 就是这个石油美元体系 只能挖一小部分啊 但是咱不排除嘛 那未来能挖的部分越来越大啊 好吧总归这个趋势是好的啊 行今天在新闻说夜里 喜欢的话呢欢迎点赞收藏订阅啊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